人们对于这位篮球人士的印象应该只停留在装熟 殊不知他曾经也是球员出身 说上前的他又扣篮简直跟喝水一样简单 只有190公分的身高是当年中华队备受期待的进取猩猩 被誉为是台版的Charles Barkley 在中华直男CBA垮台之后 也是借由他演艺圈的资源 让SBO的声势达到了巅峰 在三年前更是垂涎出了现今台湾最火热的篮球联盟P-League 今天让我们来聊聊黑人陈剑舟的篮球故事 哈喽大家好 我是熊游小编AKA胖爷 小时候的陈剑舟因为皮肤有黑 蓝寒前辈有失昵称他为小黑 出道后一名就取为黑人 至于因为一名BlackKey 则是效仿前NBA球星Charles Barkley的取法 陈剑舟虽然出生于高雄 但却是在台北长大 父亲是华航的座舱长 母亲曾是运动员 所以小时候陈剑舟 拥有比同龄人更好的体格 不过也因为小时候的他 身材较为肥胖 遭受了不少言语 肢体霸凌 也因为如此 运动成为小时候的黑人 放松自我的一种输压方式 在一次 独臂休克被老师发现了他的运动天赋 建议他代表学校去参加 校计美球集园比赛 他也不负众望 拿了第五名 从此 陈剑舟再也没有遭受到霸凌 至此也坚定了自己未来 想要成为运动员的目标 国小毕业后 因为搬家的关系 先就读了中立国中 在课余时间 喜欢跟同学一起打篮球 进而培养出了兴趣 之后就决定转学到 篮球名校 金华国中 但其中 过程也并不是一帆风顺 由于名额有限 陈剑舟拜托城市警官的爷爷 甚至还出动分局长前来说情 拜托学校收留 正因为有这些贵人的协助 开始他正规的篮球训练 来到了竞争力强的学校后 陈剑舟发现 打篮球的男孩子 特别容易受到女生喜欢 情书也会多到收不完 但120公斤的高大肥胖身材 让他曾经告白后 收到爱黑酒的回复 一度成为全校的笑柄 坚定了成为篮球员的梦想 陈剑舟跟队友们 努力跑上了基隆商工 但后来因为自己想要打进 自强联盟 也就是后来的HBL 再度转学到了东方工商 正当成功入选 亚青杯运动员代表时 1904年4月26日的 华航140号班机 名古屋空难 改变了他的人生 根据目击者指出 华航140班机 从名古屋市上空飞过 在调整好 往南面飞的方向 准备降落时 突然间听到 不太对劲的引擎声音 飞机在降落跑道之前 企图把机头再拉伸重飞 这时引擎一片火焰喷出 飞机跌落到 跑道外面的草坪 连续三射的爆炸之后 整架飞机陷于一片火海 而神换者指出 飞机降落前 并未感到异撞 可是在重飞时 撞到地面破裂并起火 全机271人中 仅有7人生还 剩下264人 通通罹难 其中就包含 陈建州的父亲 陈北原作商长 当时的陈建宗 在睡梦中被妹妹叫醒 在电视机中 看到这则新闻 两兄妹只能祈祷 离难的祖縣里面 不要有自己的父亲 遗憾 无情的现实 依旧给他们狠狠的打击 好不容易 在烂球领域中 慢慢展露 头角陈建州 无法接受 突如其来的打击 性格也逐渐变得叛逆 翘客 翘家 夜游 姿势 最终 也让他上了少年法庭 某天晚上 他与朋友骑车与其他车辆 发生擦撞 骑了扣脚 年龄气盛的他 直接动手殴打对方 导致对方头破血流 但没有想到 对象正是一名园警 在法庭上 陈建州的爷爷 直接向法官下跪 认为 样子不较 父之过 他的父亲不在 就是 我的过错 最后法官也被爷爷的 举动感染 判处他在家 保护管束 看到年迈的爷爷 在法庭上下跪 颤抖 让陈建州痛定死痛 决心不再让爷爷失望 挥别过去的胡拳勾搭 把所有的精力 投入到篮球上 同时 父母离异又散服了他 胸带复职 扛起了照顾 妹妹 和爷爷奶奶的责任 高三时期 陈建州成功被中华直轮 CBA 红服队 选为练习生 之后 也陆续获取了 第十三届 亚青赛 与穷斯菲 但 好景不长 已经有国手资历的陈建州 遇到了CBA垮胎 瞬间失去了舞台 不少球员陆续出走 远赴新加坡 为期三个月的佣兵生活 其中就包含了陈建州 而这一趟 也正式让他的篮球生涯 划下句点 当时的新加坡球迷 都不太看好这些台湾人 到当地联赛打球 直到陈建州在比赛中 上演隔任暴扣 才让这些球迷 重新解释起了台湾球员 没想到 在一次与Alonzo Monnier 表弟的攻防战中 被对方压伤了膝盖 经过检查 确认是十字刃带断裂 让陈建州不得不迎来 人生中的第一次手术 要知道 当年的医学 并不像现在发达 十字刃带断裂 几乎可以说是自费一半武功 但是陈建州凭借着 过人的毅力 和努力的复健 将他以为自己已经痊愈时 就跑到市民大道打球 一次反手上篮 让他原本受伤的膝盖刃带 再次断裂 这次连带伤到了半月板 就这样 陈建州的篮球生涯 就像是流星般 瞬间消失了 结束篮球生涯的陈建州 顿时没有了生活中心 好在有大学认识的大小S牵线 看上了他幽默风趣的个性 将他引荐给了知名制作人王伟忠 正式开启了演艺圈的道路 在其中 因为自己海派的个性 结识了不少知名艺人 刚好碰上了SBO的草创时期 在炎教华教练的帮助下 陈建州再次以球员的身份 登陆了台帝第一年的球员名单 无奈 已经失去运动能力 跟爆发力的他 已经无法附和高强度的比赛 仅仅打了一年就高挂球鞋 转往幕后 持续为台湾篮球努力 还记得当年的SBO 被网友戏称 法交联盟 正是因为陈建州 结合了他在演艺圈 跟篮球的资源 而带出了风潮 那时候的台帝队 在练球前 都会有专业的造型师 来到球体室 为球员抓头发 成功让台帝在名气 票房 成绩 都名列前茅 在台帝队史首度夺冠那年 他自己赤资了550万 拍摄了态度篮球纪录片 并且担任监制 成功入围了 第27届 经济奖 最佳纪录片奖 让这些场上刻苦奋斗的球员 在球场外 也多了属于自己的商业价值 在历经台帝行销总监 富邦及中华队领队的经历后 奔路球星陆续吸进CBA的景象 导致国内篮球 形成对岸的农场 即使打出成绩 也无法将人才留住 已经将篮球 视为毕生事业的陈建州 决定催生 会为20来年的职业篮球 在有了江宝宝奔家 富邦勇士 引入ADL的成功经验后 2020年9月4日 台湾职业篮球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核准成立 陈建州身为执行长 在拜访篮鞋和各球团后 P-League联盟成功问世 并且打破外界之一 成功让职业篮球 回到了台湾 也得到了球迷的认同 所以网友口中的 台篮国父 一路走来从球员 艺人 联盟执行长 这20几年的旅程 陈建州遭受的旨意 从来没有少过 不少球迷喜欢调侃他为 装熟魔人 甚至也有 Jodan来台快闪 公益潮梯练财 非法使用机上和 在社群上 辱骂政府官员等 争议事件 但这一切都不能否认 陈建州对于篮球的热爱 其实在年纪轻轻 就殷伤淡出球场 依旧可以转换另一种身份 帮助台湾篮球成长 到现在 两个联盟 蛇之球队 虽然他只是 P League的执行长 但没有他的坚持 和义无反顾 球迷们 绝对没有福气 享受现在的 看球环境 如今他现在被爆出 在当艺人时期 有幸骚扰 女艺人的行为 目前双方 各执己见 还没有办法断定 事实的真相 但无论如何 他与先前出社的 杨敬明一样 都对台湾篮球 有不小的贡献 偿还来实行 就让当事人自己去解决吧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内容啦 你认为在杨敬明 陈建州陆续出事之后 会影响你 进P League球场 看球的意愿吗 欢迎在下方留下 你的想法 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请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我们下一部影片 再见 再见